我们基督徒最要认识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那里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浊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人 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彰显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作为了 虽然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 但是他死而复活之后 悔改从生之道传到万邦的时候 人的心中不得不受感动 叫人就是扎心悔改生命的一致 这都是看不见的能力 乃世界的人不明白的能力 因为世界靠的就是智慧、聪明 所以不能认识和明白十字架的道理 可是对我们信徒 有时候会靠自己的智慧或聪明来生活 来侍奉或传福音 因此十字架的能力被衰弱了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认识十字架有多少 有些人会问我来的教会那么久 常常听了十字架的福音 可是为什么问题还是一样 生活还是一样 情况还是一样 心情还是一样 有时好有时不好的观景 为什么呢? 其实十字架的福音是没有错 能力也没有改变 但是心灵认识的福音有些误解 就好像我几天前所分享说 因为加减了福音 所以衰弱十字架的功效 也就是衰弱圣灵的能力了 那心灵误解十字架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误解就是不先以关系为中心 我们信徒常常最容易看的就是自己的行为和条件 却忽略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其实在行为之前是先跟上帝的关系 在这关系包含上帝的爱可同在了 若不是以关系放在前面 马上是削弱十字架的能力了 能力削弱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的能复 因为做错一些事而得到内疚受控告 因为眼前看到的情况不好 马上会担忧忧虑惧怕 因为自己的条件背景不如别人好 不如别人成功 心里就产生不平和 自卑不满足现在的状况 所以信了耶稣还不够 还是以行为条件成功为中心 因此在软弱的时候反而会更亏心 因为误解了与神的关系 所高举的就不是十字架了 乃是高举人的品格 询问 道德 善行 成功 热心等等 当然人所谓的善行善意是从神来的 但是若不是刚举十字架 就会使人误解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应许 十字架的功效了 就会觉得不应不是一切 还是需要加上其他好的东西才算完全 所以变成不怎么需要基督了 之后得到的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感动就有偏差了 这是对十字架错误的认识了 要解除这误解 我们一定要先从关系来开始 其实原来接着基督十字架 所显明的就是儿女的身份 拥有儿女的身份 这是最好的条件 最好的关系了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 每个人都有不够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会发脾气 有时候容易血气 有时候懒惰了一点 有时候就是有些坏习惯 但是上帝最看重的就是关系了 有这个关系里面 就是拥有了一切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关系叫我们心里里面 看到十字架的爱与分点 而不再受控告 关系叫我们心里里面 看见他随时随地随事与我们同在 而得着凡事里都有答案的确据 关系叫我们心里面 能够正直面对上帝 愿意死 愿意悔改 而能够听从主 关系也叫我们心里里面 看见无论什么条件 背景 失败或成功 都能够蒙上帝使用的 所以各位 即使软弱了 遇到问题 遇到失败了 只要我们心中有主 将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忠心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自豪的时候 十字架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必会遇遇我们 指示我们 然后把他凡事的免疫告诉我们 这就是主要的关系了 而不是我们有些软弱的地方 但愿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理 是以关系之心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应许 来认识 其实不单只是认识十字架了 也要活在十字架里 使基督十字架被告举 然后十字架的能力 必沾显在我们每天生活里的一点一滴 成为一个万福之源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